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鸿门宴 请大家聆听 长年期第三十周星期五福音 攻读圣路加福音十四章一至六节 一个安息日 耶稣进了一个发力塞人首领的家里吃饭 他们都在窥视他 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种的病人 耶稣对法学士和法律塞人说 在安息日需不需治病 他们都闭口不语 耶稣扶着那个人治好了他 叫他走了 然后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有儿子和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 谁不立刻拉他上来呢 他们对这话都无法回答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从路加福音 可以看到呢 他连续写了几个 耶稣和发力塞人之间 发生冲突的内容 尤其是关于安息日治病的事 有的时候是耶稣在这个会堂里治病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 耶稣治病呢 是在一个红人宴上 红人宴上治病 这一次是什么呢 是一个法律塞人的领袖 来邀请耶稣吃饭 从表面上看 来邀请耶稣吃饭 这应该说对耶稣是一个尊重 但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红人宴 因为到了那里之后 他们都在窥视耶稣 因为按照发力塞人请客的 这个风俗习惯 一般来说 他们都有陪客的 那这些陪同吃饭的人 法律塞人所找的 那基本上都是法律塞人 是法学士 经师这一类的人物 可以说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 那请这些人来干什么呢 都来窥探耶稣 他们给耶稣摆了一个 鸿门宴 在吃饭之前 就让一个患水肿病的人 就在他们吃饭的面前 让耶稣看到 而且这又是一个安息日 他们就要看看耶稣在安息日 治病不治病 可是耶稣到了之后 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就来了一个先发制人 立刻就问他们说 对那些法学士和法律塞人说 在安息日需不需治病 没有人回答 闭口不语 为什么呢 他们答不上来 他们说能的话 那就等于说 他们自己也违反安息日 如果说不能 那这又是爱德功夫啊 因为这个安息日治病的是 在他们的传统的这个法律里面 包括还有梅色的法律 以及那些解释当中 都没有写清楚 所以他们不敢说 在他们牙口无言的这种情况下 耶稣就走到了那个病人跟前 扶着那个人就治好他了 治好他让他走了 耶稣治好这个病人完全是一个什么呢 是在红门宴的情况下治好的 这个病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性格 这个病人本身也是人家的一个棋子 是被法律塞人弄到这里来的 他完全是被动的 没有性格 虽然他没有性格 但是耶稣也治好了他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具有怜悯之心 耶稣治好了他 也给这些众人说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会留 在安息日掉到井里 不怕他立刻拉上来呢 那如果不拉上来 可能就会死掉的 即使死不掉 在里面泡着也会泡病的吗 这样耶稣的一句话 又说得他们无法回答 哑口无言 他们本想来看耶稣的笑话 但最后呢 却自己成了笑话 这就是一个俗话所说的 重极力 扎自己的脚 我们在当地还有一句俗话说是 说嘴摔嘴 骑马摔腿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去说人家 先看人家的笑话 最后呢 自己反而成了笑话 这些发力塞人呢 也不想象他们和谁在斗勇斗志 他们和天主子和墨西亚 斗勇斗志啊 他们明明也知道耶稣 具有先知的这种精神和能力 他们竟然还敢给耶稣这样对着干 虽然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墨西亚 至少他们也相信耶稣 是先知中的一位啊 最终 我们看到他们 一个一个的 都成了笑话 在耶稣跟前 他们没有欢手之力 因为他们必定是普通的人 而耶稣 他是天主子 通过这个 安息了耶稣治病的这件事情 我们首先是看到 发力塞人的这种 不良的动机 即舍得这个鸿门宴 他们想害人 最终没有害成 反而是自己 一颜面丢尽 当然耶稣并不是说 故意的使他们难堪 因为耶稣讲的都是 政治的 真理 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上 我们也会看到 有一些人是故意去难为人 去整人的人 最终 也成了笑话 但是耶稣 他是踏踏实实的去做事 为了爱人 为了怜悯去做事 不畏强权 不畏谗言 勇敢地去做 因为在当时 很多都是发力塞人的灵修 那都是有大学问的人 懂得圣经 而且还有社会地位 但是面对着这样的人 耶稣毫不惧怕 唯物不能取 而且耶稣 还继续去做他的善事 我们通过今天的福音 让我们知道 安息日 是可以行善的 另外我们也知道 不要无故地去陷害别人 最后呢 陷害人的人 反而 自己会掉到井里 我们要做一个政治的人 另外通过今天的福音 我们也看到了耶稣 的的确确 他是天主子 因为他所做的一切 可以使这些 有身份 有地位 有学问的人 哑口无言 他的智慧 是来自天主 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知道 耶稣也说过 将来你们会被押送到法官面前 官长面前 你们不要提前考虑说什么 天主圣神会帮助你们 所以我们要全心 依靠天主 依靠耶稣 依靠圣神 这样圣神就会扶持我们 帮助我们